哈啰 各位观众你们好 哈啰 我是Carmen 影画戏艺术总监 但今次我们所谓的分享会 就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去年7月参加了 爱亚围龙艺术节在法国的一个参截经验 我们几位同事和朋友和大家一起分享 或者大家介绍一下大家 我先介绍一下 我就是录像设计师Garry 我介绍一下 我就是Shina 我叫张军瑜 我有做演员 还有有做字幕 那我介绍一下 我是监制 producer 我是Elita 其实今次的所谓的分享会很简单 就是我们影画戏 整班演员同事 一起去了法国外亚围龙艺术节 参加了他们的节 就停留了一个月那么长 就是很长一段时间 在那里 我有一个演出叫做《悔过书》 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很有得着 我们今次主要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参截是有多难的 不如这样吧 我们先让监制Elita说一下 究竟参截有什么难度 不如你先说一下 最大的难度就是 法国那边主要是用法文的 所以很多沟通都会用法文的 幸好我们整个群人那边有个法国的朋友 Derek 是的 他会帮忙 又帮忙翻译 还有 譬如有时那些跟Theater的合同上 有些东西 那都可能要 真的一定要有一个法国的朋友帮忙的 由开始参加Application的时候 在网上填表 填的资料 其实他都是发文的 所以你一切就在Google尽量翻译 但其实有些翻译都不是很细节的 都是要找真的有个法国的朋友帮忙 你才可以比较顺利地完成这个报名的程序 最困难是找场地 是的 还有找住宿 是的 因为你可以想象到这个阿维隆的节 无论是阿维隆还是In Avignon 他一天有2000个show 他在二十多天 三四个礼拜 你每天就是 首先做演出的要找地方住 找场地 然后会来看演出的人 无论是买show的 或者纯粹是想看电影的 他的游客或者人次是非常之多 你怎样找到一个适合的演出场地呢 而演出场地 他是不会全部放在上网给你选 很简单 可以在这里选择铺票 因为David之前都有在Avignon那里做show 他就懂得那里的地段 哪里比较旺 哪里比较静 而哪里的人可以容易找到一个theater去看show 还有那个theater size是怎样的呢 还有其实你要租个theater去做演出 有很多条文要去谈的 譬如你是租一个星期 他给不给你租一个星期呢 好像通常给租一个星期 我相信是大部分要租一个月是最好的 是的 因为他有很多选择 他作为theater的话 我可以干手正脚 只租给你这个演出做一个月 那不是好过我又要分几个团 每一个团都有很多条文要去交 所以通常你租一个月的话 你自己外判出去几个show 你把这几个show 和theater去讲就是你承包 那机会率是大过 我只是说我租两天而已 另外我们去法国那边 之前设计机票的时候 因为有很多间航空公司 其实我推介各位 我真的去阿维隆 就买Air France的机票 因为Air France的机票是很好的 他除了包机票之外 他还包你那个火车 就是由飞机场 去到阿维隆那个火车站 就是包了那扇火车的 总体来说 就是参加外亚维隆艺术节 接近就是他通常那些场地 是不是很欢迎 不是很欢迎 或者不是很想你 是设计一个星期演出或者两个星期 他最想你设计了一个月 这个是他们的特色来的 就可能跟你参加这个 这个爱丁堡艺术节是有少少不同的 因为爱丁堡都很容易找到这场地 可能一两个星期都会给你设计的 但是发觉爱亚维隆艺术节 是真的比较上 特别大部份的场地 他都设计你租真的整整一个月 所以你参加的时候要有一定心理准备 要不就找几个团队 几班人一起 夹训这个场地 如果不是的话 你就这样跟他说 我想设计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他未必肯租这个场地给你 并不是因为你的气不好 可能是因为他不想用这样的方法去租给你 因为他的行政上处理上都比较复杂 这个是其一 其二就是关于场地的巨资 你怎样可以找一个比较上 好地的场地 据文是他说有一个叫做户 整个市镇好像有一个围场围着他 你如果在户里面的那些 那些场地可能是贵一些 但是也会是最好的场地 如果你有些地方是out of the war 其实已经是太远 或者说其实对你很不理 至于住宿当然 因为我们的问题就是 就算那个 对了 就是frange 就是所谓艺碎节 或者类似这些所谓走浮的节 通常他们的setup和take down 就是你进去the theater去挂灯 或者总是prepare演出那个时间 或者你完了之后 你拿走你的东西的时间 其实都是很短的 就是爱丁博艺术也好 外奥林艺术也好 有些时候只有10分钟 15分钟20分钟 最长30分钟 各个分量不同 但是譬如我们这次这个就要20分钟 但是都是很少时间 所以通常去走浮的演出 都是建议大家不要带那么多东西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 至于不是带那么多东西 因为我们有六场的元素 我们是拍摄的特色 带人去 除了不是单张椅就可以做个表演 而是我们有很多录像设计 有很多灯光之类的 所以我们就比较糟糕 就算很少时间 但是我们也希望不用拿着那些器材 每天拿回电影 不过每一个电影 它都会有一个很小的格子画给你 是给你摆东西的 你放心 不会说全部东西都要拿走 但是也不会多 你的充满是每一个电影 如果你租它整个月 它都会有一个小小的充满给你 每一个表演有一个格子 很开心 每一个团队有一个格子 你就放这个格子 他就放这个格子 后来我们也很友善 每一次我们去之前上的show 完了 我们都会打招呼 但是就算有个空间 给你去store你的物品 之类的 都很安全的 你放心 放得下去你不用太害怕 但是问题就是 我们仍然有很多extra的东西 比如要回去充电的 录影器材 灯光器材 每天要拿走 拿回去theater 所以我们就不太推薦住得太远 我们又要连住宿的地方 都要在这个场内选择 也相较贵一点 好像说有些朋友住在场外 便便宜很多 但是踩单车 都要踩20分钟 才可以去到theater 你走要走9个字 因为小提点 通常它的节 差不多开之前两三天 它就会阻止所有车行的路 在城里面 即是说你不能够叫车 或者搭的士 没有这些东西 你只是踩单车和走路 如果你有推木头车 都可以 但是你怎样用木头车给你推呢 所以我们去的时候 就是在开截前的三天 他会给一天做一个dress rehearsal 就是搭配其他团的时间 你就知道流程是怎样 你够不够时间去挂点东西 够不够时间去选择 你可以走下那个stage 还有之前一天 就是会给你做真的technical的 就是长些时间 几个小时 就让你去设置 做technical work 我们在那些时候 去到入城 入城市 幸好我们住宿的那个人 就有个friend 他有车 就可以用那辆车 运我们的东西 和我们的行李 进去我们住的地方 还有我们有傢俬 要在那里的IKEA买 可以駕駛这辆车 去买那些我们需要的报警 就回来这里 但是如果过了这个时间的话 它整个城封了 那就不用再有车 你全部都要自己硬洞进去 因为由Evanhong的火车站 走到我们的Theater 其实也有一段距离 20分钟左右 都20分钟 20分钟 还有我们失败了的东西 就是那时候的天气 那个Condition 是一个炎热的Hot Wave 是热浪的 是的 如果20分钟 我们正常人话走20分钟 真的没问题 但是我们拿着东西 再加上那个天气 是真的不行 真的没有车 我们会完全去不了 我们应该走五分钟 要去喝一杯东西 是的 要去喝一口 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上年2019年的7月 刚刚是7月 我查过了 就是7月尾左右 他曾经是法国 即是法国曾经试过42点几度 是有个热浪 这个热浪 亦都好像是在法国史 还是我不知道 法国历史里面 已经超越了 他曾几何时 不知道是七几年 还是四七年左右 最高的四十几度 大家要记住 爱安慰隆 不是巴黎 是没有冷气的 有些大酒店有的 大酒店有 但是大酒店我们当然给不起 对不对 我们不会住酒店一个月 你想想多贵 但问题是 因为我们有很多技巧的东西 这是另外一个笑话 灯光音响 绿像 已经足够了 还有就是 你要做导演的时候要做事 我们是要用电脑 我做字幕也要用电脑 至少有五个人用电脑 但是不是每人只得一部电脑 设计者会有很多部电脑 还有很多设计 我们的房间 我们的厅 就聚在我们的普通室里 有一张大的桌子 我们一起聚在一起 沟通 一直聊聊天 都要开着电脑 你有什么感觉 在那个房间 在那个住室里 其实 就这样听声 都知道 它有很多不同的器材 在运作的声音 就是我们称之为伺服器房的地方 就是那些电脑不停地运作的时候 你会听到那些风扇 是比平时 再运作得厉害 因为它已经觉得很热了 电脑觉得很热 它不断加大风扇 大家在那里 整个房间的风扇 整个房间都离慢了一些声音 还有那些热气 你会感觉到 比平时更高 一个类似慢煮的情况 我们形容是一个 在一个慢煮的情况之下 工作是一个挺新鲜的体验 你又放心 大部分电脑都是有冷气的 因为它真的要给一些旅客 欣赏边缘 因为它是一个大的节日 诸如此类 不过也都是因为上年的热狼 是我们所知 我们要跟观众分享 上年那个游客的数量是跌了的 是的 是明显跌了的 有些新闻的报道 也告诉我们 不单是游客的数量 因为热狼跌了 也有一些团队的作品 我相信是当地的节目 是直接取消了的 我又分享一下David 他也是一个法国艺术师 他在法国工作 也做了十几年 他那边有团 也有加入过Avignon 他的说法就是 其实法国较地的人 开始不喜欢阿维隆 这个自由景 是不是太烦了 原因是什么呢 不是 原因是觉得他们的质素下降 那些购买都觉得 我不是很想来看 但是在阿维隆周边 其实兴起了一些小的festival 那些反而更加蓬勃的 所以在我们这两年 其实是下降的 那个人数 但如果是没有 刚才我都说了 一天都二千个数 还有很多购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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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买 那些发表 是有两天是 mesmo 但我们都是多了个机会 看到好的演出 还提起大家 如果做伺候的时候 你要很清楚地寫清楚你的戏的内容 因为很多时候他收到你这些资料之后 你要跟Theirter讲清楚 因为他这本《王业》我们要做 他就会分类的 譬如如果这个是政治的、政治的 或者是喜剧的 他就会在里面有一些分类 譬如你这个又是喜剧 喜剧有一堆你会在这里找 如果你一个是政治的喜剧 他又会在这里 政治的就是这堆 所以其实你自己给那个资料的时候 你要很清楚给他知道 然后他就会帮你分类 而这个分类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他那边那些人 可能我很喜欢看喜剧的 我来到一定是看剧剧的 如果你那个可能是喜剧 不过你就放错了在政治 或者是否放错了在别的位置 可能你就会损失了一个观众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简单的 当你是给资料和定位 或者策略上的 宣传上的定位也好也好也好 都要比较小心和留意 就是你想去面对一些什么 什么东西的类型的观众 这个大概我们都说了 所以都说了很久了 就是关于参截的一些方法和技巧 都是那样东西 首先要找场地 然后就找住宿 机票 还有因为去到法国之后 你还要转火车 就好像Eleta所说 就尽量是整个backage买 不用太烦了 就是去阿维隆那里 有些是连续的 也是因为阿维隆的地方的问题 就是所谓的窩 在窩里面的东西 和外面的东西的分别 就像Shiria所说 就是去到开截之后 那些车基本上 不能随时进入窩里面 之前你还可以车车进去 之后你全部都要走出去 我们经常都要从里面走 走出去火车站 再去其他地方 但是虽然我们是很辛苦 就是这样要去演出 但是我们也要休息的时间 因为那个节目会给你 每一个节目自己都会有 即是场地 每一个场地都会有一个叫dark day 那天就是休息的 休息的时候 所有的演出那天都不会发生 我们那个场地就是选了星期二 是不是每个场地都不同 不同的 有些可能是星期二 有些可能是星期三 不同的 那我们这个就是星期二 那我们星期二都是可以去休息一下 就是不用整天在伺服器房那里 那我们曾经就 因为都不是很长时间 就是只有一天休息 那我们就试过 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叫多人 那我们就好像是订了一个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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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軦车车车车ör图 教士住那些舊的地方 那些院類似的 但是就是一個遺址 是收到遠的類型的東西 但是就是一個遺址 我們就去玩一下 都是要離開一下熱浪的阿維龍 去了另一個地方上下山 呼吸一下伸出空氣 很短暫的一個旅程 又可以令到大家不用一整個月留在同一個城市 當然我們通常在暗日的時候 我們做什麼呢 就是看戲 所以每個人都拿著這本《王業》 為什麼這麼大本呢 除了有所有的表演之外 它又會有地圖 比如你自己安排的時候 所以很多時候 他們會在 我們有一個村落的 他這個Fringe 就是一個叫Village 就是參接那些人 很多時候就會去那裡聚 又或者你有什麼發放信息之類 如果他們可以幫到你 有事都會幫你的 我們都拍了一個 你和David都拍了一個video 就是一個宣傳的 那就是大會破壞 又不用錢 是免費的 是的 大會會給的 不過也是 因為它播出來都是法文的 都是法國人體的 所以都是要有法文英文 最好就是有兩樣 可能會有少許宣傳效果 一提外話 那個Artist Village 晚上會有concept 有預想 其實如果想sale show 是在那些地方sale的 就是晚上去喝酒 那個Village就是public的 每個人都可以蹦跡蹦跡 有另外一個就是在河邊 就是我們rumbar附近的 有一個private的就是所有 很多buyer 然後很多比較出名的artist 就會被invite 進去那個area裡面 infestival的show的人 都是會被invite進去 你看看怎樣可以帶進去那個地方 那你就可以遇到很多buyer去買你的show 但是外面public的那個就比較random 你看到什麼人就喜歡跟他說 或者他不喜歡跟你說 他喜歡玩蹦跡蹦跡的 所以帶show去的好處就是 你有東西可以share 特別我們譬如說關於香港的東西 那邊的人都非常關心香港的 是的 因為我們的戲就叫悔過書 但是那個background其實都是由這個 當時6月開始 就反送中那個運動開始講起 那我發覺那些歐洲 外國的觀眾看完之後 其實都是很關心香港的 他們都會留下來去跟我們聊天 我們都會輯錄他們一些的訪問 問他們對戲的感覺 其實他們真的很關心香港的情況 不過我想讚一讚的 這次我們的戲就是 有英文和有中文字幕 其實是很好的 不是 英文和法文 英文和法文字幕 因為其實我們看回他們其他那些節目 其實就是全部是法文的 沒有英文字幕看到的 所以其實我很多時候看那些 就是dance 音樂 或者puppet 之類的那些 不是太多文字講話的那些 因為如果我們聽不明白 這個可能大家都選擇節目的時候 就留意一下 我們那個就因為有法文字幕 我們譬如說中文 有法文字幕和有英文 英文字幕 變成有些譬如他也有些遊客的 即未必真是法國人 可能有一個是瑞士 走過來看 其實有些譬如說 有些觀眾由中國大陸來 有些觀眾是由台灣來 其實他們真的不懂法文的 他們真的要靠看英文字幕去理解我們的戲 所以我覺得 是的 因為語言的關係 就是了 法文一定要有 如果你是一個 即是spoken的drama的話 是靠語言的話 但是英文我覺得都是 值得去擺下去 因為始終它都是一個 幫到你去reach 到 可以更加吸納到 不同地方的觀眾 就不僅僅得法文 所以是英文法文字幕 或者是商語的資料 給到他們都是非常之好 最好玩的一件事 忘記說 就是掛Poster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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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訴大家 就是他們的宣傳 原來最有力的 就是除了是 我們都有時會在街上 穿上衣服 就在這裡做一些遊行 或者是宣傳推介 但是原來你要印大量的 這一類型的尺寸海報 好像不要太大 是不是太大好像違規 它有一個尺寸的規定 是的 紙質也有規定 還有我們就自己在香港 印大過去 但是其實他們都有一個 Service 當然是給錢的 但是其實也算是便宜的 他們就在那邊 你給它那個 sample 樣子 然後Size 他們就會幫你在那裡印 在當地拿到就可以了 這些Poster 他們有一些規矩 是怎樣掛的 但是近乎大部分的地方都可以掛 所以你有時 上網搜尋 Avenue 會看到一街都是Poster 那它有一些燈柱 可以掛 有些不可以掛 有些人的門口 人家的窗 你就不要蓋住 你不要蓋住 窗下面就掛滿了 垃圾桶有些人會黏住 一碰到地上 它有一些狗層 請盜夫 你坐在地上 我在地上就當是垃圾桶 要清掉它 對 就會清掉它 我們剛進去的時候 其實是類似一個 他們還未開始掛東西 我們就是一個搶領地的遊戲 就是有位的地方 你掛到的你就要掛了 否則其他的團 就會不停地一擁而上 將整個牆 或整個欄杆都掛滿了 那些Poster 你又不可以撕走別人的東西 是啊 大家都有禮貌 你放在這裡 我就不放在這裡 它有一個時間 它會公佈 在4號下午4點開始掛了 大家就會把東西都搬走 一擁而上 我們那天好像是一個招呼組 就是一個招呼組 其實你太晚去 你都可以的 如果你找到位置的話 但應該沒有位置 除了這個之後 還有一個提番 就是我們那個就是 要自己印這個票 譬如你自己定了 你的戲多少錢票 然後我們就在香港那邊 就印了 就是設計了 然後去到那邊 就交給Theater 跟Theater那邊說 這個就是多少錢 這個有多少錢 這個有多少票 給你 然後它就會安排 就是每天賣出了多少 我們那個Theater就很交代 因為我們每天 它都說回來 今天有多少票去了 就是如處女 不過就是要大家 自己準備好這些票 Theater怎樣去分帳 就是每一個Theater都有不同的 有些就是 你無論買到多少錢票 你就給我這個租金 我就可以了 有些就是 你賣到的三成就是我的 那你自己要跟Theater去分帳 這些就 還有如果你真的要銷售 的話 當地真的會有一些暑期工 就是派傳單 你有時看到在街上 有些人在派傳單 其實就是 會有暑期發過人的暑期工 那你就請他可能去賣 或者這樣 那有些呢 就專識去幫你銷售給一些賣員 有不同的崗位 很有趣的 一個Festival 是有不同人的崗位去做不同的事情 那你就看看你需要些什麼 在那裡去找 我們通常就是會去那個Village 那裡派 因為通常去Village那些 都是會想有興趣去看show 又或者是參接的朋友 那我們通常就會在那裡 那另外呢 就是 有少少東西想說回來 就是工作簽證 Working visa 那其實呢 法國那邊就不需要有工作簽證 不過 你就要寫 要填一個form 來申請 就說 喂 我們將會有這個團隊 什麼時候演出 在你們 在那裡 這樣 然後做這個申請 填一個form 那是不需要給任何費用的 不過 你就要把這份form 找你們最高負責人 你那個團的 那簽了名 然後跟著 就寫去給那個地址 那 記到呢 我們就是 最大的費用 整個過程就是 就是 拜DHL 或者Speed Post 可能都要兩百多元 那 他收到你這封信之後 大概兩個禮拜左右 他就會回覆你 OK啦 我們知道了 你可以在那段時間演出 這樣 那就是最正常的 最合法的情況 如果想去 真是 看看這個世界 還有什麼其他的 不同的藝術節 或者是 不同的海外的 一些交流的機會 除了愛丁堡之外 愛亞維隆藝術節 都是其中之一個選擇 那唯一你們 最主要擔心 就是 首先就是language的問題 先這樣 但是 總管來說 都仍然是一個 好的經驗 是大家可以去 真是去試一下 至於說 真的有什麼 繁複的 申請條款 你們真的需要的話 你們都可以 真的聯絡一下我們 可以在我們 Facebook page inbox我們再問 但是 現在因為這個疫症 我相信大家 都不會想著 短期內 那是籌備 另一個演出 就是需要 可以想是 明年 或者是明年 是的 是的 好了 差不多了 我們今天的分享會 就在這裡 希望大家 都繼續 探望一下 去外國參節的機會 謝謝 拜拜 拜拜